如果你不想那麼麻煩 你乾脆直接看我的好了 你會發現喔 其實實線呢 就這麼一行 boulders 那我們把那個 本來是selection 改成什麼 改成我要設定的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呢 基本上是從b3 一直到h13 這邊呢 我希望把這個範圍裡面 加上實體的框線 那怎麼加 特別注意喔 你就先指定什麼 指定那個 它的點boulder 就是我要在這邊加一個框線 然後再點 lifestyle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框線的形態 後面的話呢 你就加一個xl 這個什麼continuous 這樣就ok了 那如果你要加虛線 可不可以啊 你就改一下 那其實這些要不要背呢 其實也不用背了 如果你把它delete掉 range範圍打上去之後 有沒有 點下去 其實它都會提示喔 b 有沒有border就出來 空白鍵一下 那倒車 那倒車 再點lifestyle 有沒有 打一個l就出來了 空白鍵一下 等於 後面什麼 xl continuous 不過你就卡關 當然可以拼得出來 不過有時候拼不出來怎麼辦呢 沒關係 交給一個方法 油膠 又放在這邊 按一個f1 f1就叫呼叫 什麼 呼叫那個外部的 你會發現喔 按一個 有沒有 外部呼叫 它會幫你跳出來 border s the light style 這邊是不是有個超連結 對不對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告訴你 如果你今天是要實現的話 是這個 如果你是要虛線的話 是這個 所以我們是把這個 Ctrl C 再把它關起來 再貼上 完成 一行而已 OK 我想這個應該是最簡單的 基本上 你在網路上找半天 可能 像 應該那個同學 應該有自己google過了 不過google來google去 奇怪了 每一個人講的都不一樣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就這麼一行 而且你以後就可以 順手的可以打 range.borders.lifestyle 等於 你要什麼東西 你打久了也會背了 如果背不起來沒關係 善用什麼 f1 OK 所以以後 這些東西都不是死的 即便我完全沒用過 我還是可以把它做出來 為什麼 因為裡面都會有使用說明 所以你們要學習VBA 當然我盡量教你們是一種使用方法 而不是教你 就是刻板的只是一個一個 如果沒有教過你就不會了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以後你要針對其他的形態 其他的物件 其實它有類似的這種觀念 那這種觀念 其實嚴格講起來就是一種物件導向的一個設計模式 物件 也就是說 把那個excel裡面所有看得到的都當成是一個物件 那裡面的話 一定會有成員 物件的成員 成員就包含兩個 一個叫屬性 屬性指的就是這個東西 或者叫方法 屬性跟方法 所以特別注意 什麼叫屬性 點下去 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看到 如果一隻手拿著一個文件 就叫屬性 那什麼叫方法 這邊完全沒有 沒有那個 這邊完全都只有屬性 那什麼叫方法 比如說這邊sheets 有沒有 點下去 各位有沒有看到 綠色的 就是方法 那 什麼意思 比如說sheets add 什麼意思 add嘛 顧名思義嘛 就是新增工作表 所以你sheets add 它就會幫你新增一個工作表 OK 如果你不知道 新增工作表裡面還有文章 你可以按F1 它會告訴你add 但是你要告訴它是before 還是after 是新增到最後面呢 還是新增到最前面 不然它不知道 就給你隨便新增 也許新增在最前面 也許新增 那你可以指定的就是 新增在哪個地方 另外還有這些 這些選用的話 就是你什麼都沒做沒關係 那如果一定要的話 這邊就是必要的 OK 其實大概就是把它當說明書 也不要把它當小說來看 因為這真的看不下去 你就是這樣閃一下看 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 因為它完全是不通順的東西 叫做牛頭不對馬嘴 而且有些翻譯 完全翻譯完全 從頭到尾念完 每個字你都看得懂 但是你完全不能理解說 為什麼這些字都可以接在一起 OK 所以特別不要鑽牛腳尖 你不要說這個翻得這麼爛 沒有意思啦 你要慢慢習慣 就 因為這個東西本來就不是 台灣local發展出來的嘛 這就是美國微軟 然後美國微軟它能怎麼做呢 又來到台灣 而且台灣的市場越來越小嘛 繁體市場那麼小 所以2013更扯的是 連這個說明都不見了 它一跳出來我傻眼了 變英文的 然後呢我就切到中文 他說還在建構當中 不然你們有沒有用2003 我說2013理論上應該更好 可是反體中文的東西不見了 那怎麼辦 你就看英文嗎 不然你就用2010好了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大概說明 其實反而 因為前面的版本 有一些說明反而更清楚 因為後面的反而更不清楚 那怎麼辦 所以我以前會保留一些舊的東西 也原因在這裡 OK 以前東西甚至講得很清楚 後來就不見了 不知道為什麼 OK 好 再來的話 加了實現對不對 第二個 那你要加什麼 實現加紅色 那一樣有實現 只是加一個紅色 那紅色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那個Bolders的屬性 裡面有一個什麼 Color 對 那等於RGB 刮弧 有沒有 我講過嘛 如果紅色的話是 255 因為它一定是0到25 R的話就是有255 豆點 0 豆點 0 就OK了 所以點進去 好 兩行 這兩行是哪兩行的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就這麼兩行 第一行是一模一樣的 就上面 所以直接複製貼過來 這邊改個紅色 後面的東西 就加了這個東西而已 那其實你就點下去嘛 Bolders 點Color 等於 你又記得以後 只要是顏色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記RGB就好了 反正RGB顏色都查得到 這些有沒有 點擊其他色彩嘛 你要哪個顏色 比如它這個顏色 那你就自訂一下 它這邊就會出現 黃色 25 2550 那你要哪個顏色 這個顏色 再自訂一下 這邊都有 你就把那個RGB填顏色上去 不就有顏色 你要哪個顏色就有哪個顏色了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有RGB 所以把紅色很簡單 255 0.0 0.0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直接就加上去就OK了 好 第三個是什麼呢 磁線 紅色 出線 那出線我講過嘛 點有沒有 那裡面有個屬性 就決定那個 出線的嘛 有個叫位子的有沒有 點位子 等於 你不知道按F1 裡面就有說明 點下去 OK 就類似這樣 然後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多一行 這個 所以你就點 W 它會出現嘛 那你有後面的等於不知道 按F1 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傳回出息的指 這邊 點擊 這邊就告訴你了 有沒有 最 這個是什麼 豪線 那不是這一個 適中粗 應該是這一個 所以我是找這一個 當然如果你要填別的的話 你就自己去找別的 我用最粗的 OK 這個地方的話呢 直接就等於 這個東西給他了 好 這樣就OK了 這個時候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你要把 框 那個線條移掉的話 很簡單 就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 就是XL 加一個NN 所以以後 顏色如果什麼都沒有的話 也是一樣 什麼都沒有 其實什麼都沒有的話 顏色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的顏色 像這個Color 有沒有 這樣子 你會發現 這個什麼都沒有 有沒有 那什麼都沒有 就是原來的顏色 原來顏色 將來列印出來是沒有 但是它有一個預設的 設計的時候 會有一個顏色 其實它是沒有顏色的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邊 那如果全部都沒有的話 就直接把它執行 全部都沒有了 這個是顏色的沒有 那這個是完全都沒有 然後這邊把它改回來 顏色 RGB OK 好 那總共有四段程式 所以 這你會發現 本來應該很複雜的東西 把它簡化了 OK 應該這樣就很清楚了 所以總共 主要針對框線部分 前面那個 如何去排桌的那個部分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再去理解一下 因為它前面也寫得還蠻清楚的 那OK 這裡的話 最後完成的這四段程式碼 在雲端上面 我也把它放上去了 所以你們在旁邊有個程式碼 你把它彈出來 就會看到我剛剛寫的這四段程式 非常簡單 畫面先幫你丟一下 所以以後要加框線 基本上是一個還蠻簡單的事情 主要是 就是剛剛實現還是虛線 什麼顏色 什麼粗細 那因為我們這邊是針對